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回归过后 上帝让索罗巴伯跟约书亚一起回归的时候 他设立了大祭司的职责 就落在约书亚的身上 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 当他站在神的面前 在为他的百姓带出的时候 魔鬼的控告 还有上帝的回应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的第三章重点的经文 在哪里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要特别讲的就是上帝特别的拣选 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是上帝特别的拣选 神的恩典今天临到你跟我 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么说 他讲说 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撒加利亚书这么说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然后呢 耶和华对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卷血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兄姐妹 第三章一开始呢 先知呢 撒加利亚就看见一个意象呢 就是做神百姓 被掳归回的大祭司约书亚呢 在他的 他在上神的宝座前啊 为着百姓来祈求饶恕跟怜悯 因为他们回归嘛 就是 因为他为什么被掳 就是背逆神嘛 然后呢 这时候呢 祭司为了人 为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代求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祭司哦 他代表着全以色列人的这个罪犯的罪呢 来到神的面前呢 然后呢 在他的右边呢 圣经提到的有一个灵哦 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他就是撒旦 无时无刻的环绕在这个圣徒身边也是啊 他随时找机会就在上帝的面前 控告神的选民的这个撒旦呢 同样的出现了在耶稣的身边哦 在他的右边 圣经特别提到站在耶稣的右边 在律法人的法庭中哦 在犹太的法律中哦 在右边呢 就是呢 指控官的这个位置 圣经说呢 撒旦站在耶稣的右边 做什么呢 就是做多 就是与他作对 经文特别讲到呢 撒旦站在耶稣的右边呢 与他 作对 而这与他作对是什么意思 这不难解释就是呢 不断的来攻击用言语 或者就是来控告约书亚 撒旦在控告约书亚 在上帝的面前 就如他如怎样的控告 这个约伯一样 他也是控告 这个约书亚 没有资格 带领百姓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饶恕 或者就是悔改 因为呢 他这样说 约书亚本身 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啊 他也是 这个被掳的 他也是犯罪 也是藐视神的 然后呢 一同姐妹 你看见没有 我们的仇敌哦 撒旦常常在上帝的面前 在我们的 或者在我们的里面呢 来控告我们 控告我们 使我们痛苦 使我们觉得 哎呀 我不配来到神面前 撒旦呢 就是抓着 我们犯罪的这个破口呢 常常不断的来攻击我们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罪恶的破口呢 撒旦就是在那里撒盐 在那里来攻击我们 而这些经文 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呢 如果我们内心的罪 没有去处理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好 罪的根源的时候呢 即使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 即使是大祭司的 约束啊 在上帝面前 在圣宫上面呢 来代表百姓 向神说话的这个 大祭司哦 上帝这么重用的人呢 他也呢 被撒旦来攻击 何况今天是你跟我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撒旦攻击 这个约束啊 有没有道理呢 在这里呢 他的指责 对还是不对呢 其实呢他是有理的 也同样呢 撒旦指责你跟我 也是很多时候都是对的 我们那时候 不要把责任推给他 很多时候我们 做错事情 我们犯罪哦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 牵引我们去犯罪的 不是撒旦啊 是我们自己 在心中的私欲 所以为什么保罪要把我们的私欲 控制 然后呢 把我们夺回 我们的心意夺回 放在基督的面前 叫他们顺服基督 所以 同样的在这里呢 撒旦攻击呢 约束也是有 也是有道理的 也是合理的 可是呢 跟我们一样 就是我们归欠上帝 但是然而我们看见呢 上帝 他怎样的回应 上帝仍然 他仍然 没有抛弃这个约束亚 上帝让约束亚 站在他的面前 上帝仍然 允许 约束亚 来到他的面前 就好像 这个西伯来书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 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什么 得怜悯 我们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兄姐妹 你知道为什么 上帝没有 这样撤折这个约束亚吗 因为他知道 我们软弱无助 他知道我们离了他 什么都不能 因为在西伯来书 四章十五节 他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 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 十恩宝座前呢 因为我们有一大祭祀 就是他 不是不能够 体恤我们的软弱的 耶稣知道我们 真的离了他 真的什么都不能 所以呢 他这样子的体恤我们 好叫 我们能够 像约束一样 今天呢 仍然能够 来到上帝 神的面前 就算我们是 不义的人 今天没有一个义人 在世界上 没有一个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 透过耶稣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格林多后书 五章二十节 这么写的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今天我们是站在基督里面 得着神的义 过后 我们能够来到 上帝的面前 求神的这个怜悯 得上帝的恩惠 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恩惠 续续多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数算 但是兄姐妹 你知道 养气 这些免费的供应 哇 多么的棒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感谢神 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常常只看见 生命当中的一些些的 像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就是上帝 我们祷告 上帝没有成就的事情 但是我们忘记 上帝每天给我们的恩惠 是多么的多 多么的 教我们 真的就是白白的领受 这些恩典 真的非常多 所以 这边呢 第一个 就是看到上帝 特别的拣选 然后呢 还有是什么呢 他讲撒旦 上帝撤着撒旦 说什么呢 他讲 撒旦啊撒旦 上帝耶和华 第二节 耶和华像撒旦说什么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 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责备你 同样今天我要说的就是 拣选你的上帝呢 站在你这边 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站在我们这边 有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 今天你要知道 耶稣与你同在 耶稣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 兄姐妹 当我们在罪的面前 当我们在软弱 无助的面前的时候 然后上帝不是在审判那里 在审判官这样 再来审判我们 而是他是与你站在同一阵线的 审判我们 控告我们的 就是要来控告我们 不是审判 控告我们的是那仇敌 而那审判官呢 是帮助我们的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呢 当我们来到 如果说今天我们上法庭 你知道法官是 站在你这边的 你会不会很高兴 Amen 所以同样今天呢 耶稣基督站在我们这边 他怎样呢 他彻责撒旦 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就彻责 责备撒旦 说呢 这不是我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材吗 兄弟姐妹 这个火中抽出来一根材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很特别 这一段话为什么这么特别 其实仔细看 就好像就想着呢 犹太人 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 他们就好像被神试炼的火炉一样 这些人被上帝在这个火炉当中来 来考验 然后呢 约书亚就是被抽出来那一根火柴 火柴如果放在这个火当中 就被烧灭了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上帝把它抽出来 你表示说什么呢 上帝 知道我们是软弱无助 上帝看我们是有缺点的 可是上帝并不看我们这些缺点 而上帝怜悯我们 上帝连续我们 把我们从这火中抽出来 把这四点当中抽出来 所以上帝今天仍然这样子的爱我们 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哎呀 上帝的爱多么的宝贵的时候 我也想到Pastor Joyce所分享的 第二章呢 上帝告诉我们好像他眼中的 摸我们的就好像摸他眼中的同仁 弟兄姐妹 上帝多么的宝贝我们啊 我们的眼睛 同仁啊 就是在上帝 怎样子才是同仁 就是他一直看着你看着你看到的 他的眼睛里面都有你的影子 这就是同仁 上帝多么的爱我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好好保护 珍惜这个 成为上帝眼中同仁的这个身份 所以用看见神的心意 在第一段 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 他上帝的慈悲 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疼爱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战胜我们的软弱 在我们在困苦当中 在我们在疲乏当中 使我们有勇气站立起来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神的爱 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再次的站起来 我们不管跌倒多少次 不管我们的软弱 我们跌倒多少次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因着耶稣的爱 今天我要宣告 你要站立起来 你要透过神的爱 再次的站立起来 上帝不但用他完全的爱 来遮盖我们 忽必我们 他也用他的这个边上 使我们得医治 他用他的这个血 医治我们 他的宝血洁净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你跟我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就是像上帝 从火中抽出来那根彩一样 今天你要真的领受神对你的爱 不要再抗拒 不要说上帝我不配 我不配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 但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就是感谢神说 主啊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我不配 但是主啊 谢谢你无耻的爱 弟兄姐妹 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上帝特别的卷选 你要知道 上帝特别卷选你 今天你能够信耶稣 今天你能够信主 是有人为你祷告 但是是上帝特别卷选的 Amen 然后第二呢 当上帝拣选我们过后呢 他就赐下一个新人的身份 就像这个约束一样 第三节 这边第三章第三节这么说 约束啊 穿着误会的这个衣服 站在使者的面前 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 然后呢 使者吩咐 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误会的衣服 又对约束啊 说 我使你的罪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然后第五节说 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然后呢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 耶稣亚说呢 乱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如果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呢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 中间往来 佣姐妹 第三节这里说的什么呢 撒加利亚呢 看到大祭司 耶和华使者面前的时候呢 耶和华使者面前的时候呢 耶和华穿着的是一个 污秽的衣服 衣裳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 当人一犯罪过呢 他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找东西遮盖嘛 可是这个衣服做得不够的 好的 佣姐妹 我们都好像遮遮点点 都遮不到我们 而我们上帝讲 这些就是污秽的衣服 人的行为 我们的 不管我们做多少 其实我们都好像在 弥补 这个不可能满足神的要求 所以呢 是好像穿戴一个 污秽的衣服一样 所以呢 保罗呢 也在以福说书 教导我们呢 有一个真理叫做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的这个真理 在以福所书 四章第二十节 到二十四节 我们这么读 我看经文 他就说 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 不像我们过去的生活一样 保罗这么说 他讲呢 如果你们听过了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呢 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Amen 刚刚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的私欲 二十三节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更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弟兄姐妹 我们许多人读了这段新闻 我们知道保罗叫我们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可是呢 许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个误解 就是说呢 保罗说 我需要脱去救人 就是指我们的坏习惯 我们过去的这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知道信了耶稣过后呢 我们需要改掉这些 然后呢 因为神不邪嘛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听起来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问题在于 很多时候我们看了这时候 我们听了 我们学过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当时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使我们自己 怎样的脱去 这个救人 怎样的脱去这个老 我要怎样的努力 我怎样的改 改变我自己 然后呢 可是呢 今天撒加利亚书 让我们看见什么 弟兄姐妹 你看哦 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神边 的约书亚呢 是他自己脱了 那个污秽的衣服吗 不是的 弟兄姐妹 上帝说什么呢 我要使你 我使你的罪 脱离 脱离你的罪 要给你穿上 华美的衣服 是上帝使他的 罪脱离的 然后呢 耶稣说 我要将 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的头上 弟兄姐妹 这一点让我们看见 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努力使我们自己干净 努力使我们自己的行为 变为圣洁 是靠着 自己的努力 胜过罪吗 No 弟兄姐妹 你看圣经记载说什么 约书啊 穿着这个衣服 来到这边 而是 神主动的 说什么呢 上帝脱去他那 污秽的衣服 主说呢 我使你的罪 我使你脱离罪孽 并且呢 主给他穿上 华美的衣服 哈利利亚 弟兄姐妹 这是基督徒 我们最大的盼望 这是我们 最棒最棒的 这个 这个盼望 就是呢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是 靠自己胜过罪 是靠主耶稣 是抬头 仰望神 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得胜有余了 因为 离了他 弟兄姐妹 约翰福音还是告诉我们 离了他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要靠着主 凡呼求主名的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兄姐妹 当我们软弱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当我们无助的时候 你有没有呼求神 还是你在想说 我要 接下来有什么方法 我还有什么能够改的 我要做些什么 才能够改变 然后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 就是 单单的来依靠上帝 仰望神的恩典 记得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寻求神 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为了 得 这个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需要 神随时的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胜过不了 这些罪 试探 但是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专注 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 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当我们专注在 基督的身上 而不是专注在 我们要改这个 改那个的身上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那些东西都改变了 因为我们专注在 真理 我们专注在 这个道路真理的上面 耶稣 祂就是道路真理 当我们专注在 祂身上的时候呢 上帝为我们脱去 使罪脱离我们 而且呢 祂让我们 穿上美丽的衣服 披戴 这就是我们 常常说的 披戴基督 抬头仰望主 弟兄姐妹 今天让我们 一起来仰望神 所以呢 上帝赐给我们 这白白的恩典购 这么大的恩典购呢 那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第六第七节 就这边说了 约束亚 当上帝把他脱去 这个衣服 给他穿上 滑美的这个衣服购呢 上帝告诉约束亚 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万君之业 如此说 你如果遵守我的道呢 谨守我的命令 Amen 弟兄姐妹 上帝不是要我们 只是敬拜他 还是要我们真的 来遵守他的道 主要我们 学习 不是盯紧在那 这个罪恶啊 污秽的东西上面 乃是呢 主要我们积极的 来学习 每一天 按着他的话语 来过生活 谨守他所吩咐我们的 这样子呢 当我们 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在 穿上新人 佩戴基督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活在基督的爱里面 而这个就是 抵挡仇敌 撒旦魔鬼呢 最棒 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方法 不是盯紧在罪恶 不是盯紧在 我要怎样的改变 而是亲近神 我们越顺服神 越亲近上帝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人的里面 就越清洁 就越圣洁 Amen 因为当我们 靠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越靠近他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自己越不解禁 就是 神就越 用他的爱 用他的 这个宝血 来解禁我们 今天 上帝 怎样的来 使这个 大祭祀 约书亚 换上新的衣服 同样我要宣告 今天 基督在你的里面 但要给你穿上 新的人 你要披戴基督 在你的生命里面 今天上帝 要呼召我们 上帝再告诉我们 说孩子 回来 你会不会看见 弟兄姐妹 当耶稣 在这个撒加地亚书 讲到神的使者 为耶稣 祭祀耶稣 所做的一切 就好像 路加福音呢 那浪子回头 那父亲 坐在 这个 儿子 小儿子的身上的事情 过去我们只知道 路加福音 有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今天撒加地亚 这边让我们看见 旧约版本的 浪子回头 上帝怎样的 爱 我们 上帝坐在 这个 大地狮 耶稣 身上的 也就是上帝 如何能坐在 今天你跟我的 生命里面 这是第二点 上帝赐下 一个新的身份 让我们来 可慕他 让我们来 亲近他 最后 第三呢 就是呢 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 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呢 第八到第十节 这么说 大祭司 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 同伴都当听 我必使我的仆人 大卫的这个 苗义 发出 看啊 我在约书亚面前 所立的石 在一块石头上 有七眼 万君之约华说 我要亲自 雕刻这石头 并要在一日之间呢 除掉 这地的罪念 当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 灵舍呢 坐在葡萄树 和五花枯树下 这是 万君之约华所说的 两姐妹 最后这一个部分呢 让我们看见的就是 基督的再来 预言 基督的再来 这块石头 就预表着基督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在建筑 我们在建筑的工程 看到的时候呢 都有一颗叫做 仿角石 corner stone的 而这个仿角石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石头 在建筑当中呢 通常我们这个是 最大 最坚固 最精细的一块石头 然后耶稣也告诉 门徒说呢 他就是那个基石 他讲说 建在他这个盘石上面的 教会建在这盘石上面 永不动摇 Amen 所以呢 伊赛亚书 在这边告诉我们 伊赛亚书 这边预言这边说 28章第16节 所以主耶华如此说呢 看啊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房小石 信靠的人呢 必不着急 那么姐妹 那个石头就是基督了 圣经也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读的这个 西伯来书 他告诉我们说 上帝不是不能够 耶稣不是不能够 体会我们的软弱 为什么他能够 因为他凡事 他来道成 若者说呢 他经历过我们 所经历的一些 只是他没有犯罪 就好像伊赛亚书说了 是试验过的石头 基督是那 被试验过的石头 是最稳固的根基 今天呢 你的生命 是建立在基督里面吗 伊赛亚书 保罗这么说 他怎样说呢 这样你不再是 做外人 而做客旅的 是以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由基督 耶稣自己为 防脚石 各方 靠他 联络的 和事 渐渐的 成为圣殿 并且妹 有的时候我们在 基督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很多都说 勾心斗脚 或者是 并且妹 看这个不高兴啊 看那个人不高兴啊 为什么 很多时候呢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基督 当成是我们的 这个根基 我们没有把基督 我们没有按着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没有效法 耶稣的榜样 也就是我们 看别人比自己强 也就是我们 爱我们的灵蛇 也就是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没有做这些 所以以至于呢 教会里面 神的教会 神的肢体 没有无法活出 这个荣美的见证 今天我们回到 上帝的里面 上帝就是那个根基 上帝是我们 效法的榜样 那我们呢 来到这个 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在这里就说 上帝啊 帮助我们 学这个真理 今天上帝 把这个 立定的根基 放在这个世界里面 可是很可惜的 不是每一个人 就像跟我们所说 不是每一个人 都认同这个房教师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拒绝 可是呢 你不要忘记 上帝告诉我们说呢 当 他再来的时候呢 当他再来的时候 就是审判的时候 而当没有接受 他的人呢 真的 就是 第二次 当我们来到 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 这个约书亚的 这样的 机会 但是今天呢 我们看见 圣经告诉我们呢 这基督就是 这个磐石 让我们来 建立我们的生命 在这根基上面 不是我们 我们世人所寻求的 稳定的收入啊 好的工作啊 这个平安的国家 弟兄姐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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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是 而是呢 当我们的生命 建立在这 磐石上面的时候呢 你才会得享 接下来的一切 生命的富足 就是因为 我们建立在 这根基上面 所以呢 好不好 我们不要 拒绝耶稣基督 不要拒绝 这个 仿角石 因为呢 拒绝仿角石 就是我们要 建造别的嘛 我们不要跟 这个 仿角石对齐 就刚刚我们所说的 建筑公务人的时候 在建筑 这个 建立一个 那个高楼大厦的时候呢 他们在建筑的时候 都会决定 哪一个是 最重要的 那个批勒 那个仿角石 所以呢 每一个设计 都是 向他来对齐 而今天 如果我们 不要跟上帝 对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在 建造你自己的 皇国 建造你自己的 这个象牙塔 兄姐妹 No 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呢 耶稣基督 要成为 你生命的防脚石 就像以赛亚说的 信靠他的人 别不着急 今天你在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想 快快这个东西成就 那个东西成就 快快啊 我们要做这个 做那个 而弟兄姐妹 当我们越快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容易犯错 当我们越快 想要达到 那个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容易走歪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着急 来到神的面前 向耶稣对齐 跟着神的脚步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走歪 弟兄姐妹 不管是做些什么事 不管是在你生意 不管是在建立神的国 还是在人际关系 No 弟兄姐妹 按着神的时间 与神对齐 活住 按着神的话语 上帝来 让你看见 祂怎样的带领你 一步一步的 来经历他 Amen 这是今天呢 我要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 花一点时间来祷告 撒下列课第三章 短短的时间经文 但是我盼望 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领受 Hallelujah Hallelujah